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子 近整天想着与保姆阿姨打扑课 这个12岁的男孩叫小帅 虽然年龄还小但他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大人 经常与自己的机油眼镜偷看小黄叔 小帅迷恋上家里18岁的保姆小美 他觉得小美十分漂亮 尽管小美已经有男朋友他却毫不在乎 经常和眼睛一起商量怎么拿下他 正巧今天是圣诞节 小帅父母要出去一起约会 出门前小帅妈妈叮嘱小美 小帅有可能梦有 在他房间门把手上放一支笔 就能知道他有没有出过卧室 等到父母离开后 小帅迫不及待锁上门 他问小美想要做什么 但小美转身就要给自己男朋友打电话 这使得小帅很不开心 小帅自己拿了瓶酒状态 不顾小美的阻拦自呼自喝起来 小美把酒倒掉后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却一句话都没有说 小帅邀请小美一起看恐怖片 在途中还说起小美的男朋友的坏话 小美也只能随意复合 在电影最恐怖的时候 小美握住了小帅的手 小帅见状直接对着小美吻下去 小美却将他一把推开 电话再次响起 对方依旧没有说话 好久之后对方终于开口了 他说自己能看到小美房间里的一举一动 小美当然不相信 他走到窗户前打了个招呼 小美转身突然发现 自己已经搬出去的雕像突然出现在房间里 锁好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 他赶紧问小帅要电话报警 结果小帅失手把手机扔进鱼缸 这时敲门声响起 小帅赶去开门发现空无一人 只是一个黑影突然出现扑倒小帅 定睛一看才发现是眼睛 小美以为是他捣的鬼表是被吓坏的 但眼睛却说自己只是来看望他们 这时楼上响起玻璃破碎的声音 小美要眼睛按下警察电话自己上楼查看 如果楼上传出自己的尖叫声就打过去 小美拿着刀走到楼上 小帅和眼睛害怕地跟在后面 三人并没有看到人 只是发现了一块打碎玻璃的砖头 小美打算报警却发现没有信号 当美走到门口试图开车带走两个孩子 却发现自己车的轮胎已经被扎爆 这时眼睛捧着砖头走下来 受不了惊吓的他决定冲出家门 不料刚跑出去没几个 就被人拿着武器射中 小美赶紧关上门 转身将小帅扑倒在地 他尽量安抚着小帅的情绪 在逃窜途中他们突然发现门外有人影 两人马上来到楼上走进小帅父母的房间 在楼梯上两人发现有人在二楼 那个人手持一把枪拿着手电筒四处找 两人偷偷溜进卧室 打开楼梯躲进了储物室 男人走进来四下照了几下 发现没人就转身离去 小帅在房间里找到了父亲的枪 两人躲进柜子里 小帅提出自己有枪可以反杀 小美立刻阻止他 这时男人带着枪走进房间 小美两人躲在柜子里不敢出声 小美突然发现男人的头套是小帅的玩具 明白真相的他推门而出 原来男人正是小帅的机有眼睛 两人合作打算来一场英雄救命 不料因为头套漏了钱 本想出风头的小帅被小美大骂一顿 他说小帅有神经病 转身自己就走出房间要通知小帅父母 小帅被骂这么狠感到狠分 他赶紧追上小美 反手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结果小美直接摔下楼梯晕过去 等到小美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被绑起来 小帅和眼睛在一边坐着 两人来到小美面前 小帅拿枪威胁小美和他一起玩游戏 他撕下小美嘴上的交代 要跟小美玩真心话大暴行 眼睛提出要小帅跟小美做些大人的游戏 这是小美的男朋友小山感到 他强行进入屋子 小帅打开音乐盖过小美的叫声 他谎称小美在楼上带着小山上来 趁着小山不注意拿起棒球棒偷袭 以为小山晕过去的小壮手舞足蹈 回头却发现小山已经醒过来了 两人再次扭打在一起 这时眼镜拿着枪走上来 小山只能被打晕 等到醒来时小山发现自己被绑在小美旁边 眼镜发现是小帅把小山叫过来的 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的眼镜打算离开 在小帅的花言巧语下眼镜决定先出去透透气 小帅把小山拖到楼梯口前 用绳子的一头固定住油漆筒 直接将油漆筒荡起来 看着擦肩而过的油漆筒小山下的大叫 小帅换了个更大的油漆筒 他还在里面放满了油漆 此时小美赶到 他拿着枪威胁小帅助手 但是小帅没有理会依旧继续 这次油漆筒正中目标 小帅告诉小美枪里没有子弹 小美只能夺门而出逃走 走到一半的他被眼镜追上 一番纠缠之后终于摆脱眼镜继续往前爬 眼看就要逃出升天却突然摔倒 小美再次被抓回来 小帅还在他身上缠满了挂灯 就在他对小美动手动脚的时候 小美一脚踢向他的下滑 为了寻求刺激小帅又给小美前男友发消息 对小美念念不忘的前男友立即赶到 在门口他看到了小帅 小帅声称要他写一封信交给小美 等着与小美相见的前男友在鞦韆上等他 不料小帅直接从背后偷袭 他拿着绳子勒住对方脖子 另一端绑在卡车上 自己油门一踩 小帅又带走了一条生命 回到家中小帅发现眼睛对小美涂抹布 直接一枪把眼镜打飞 两人争执之下 小帅又朝他拍了一枪 小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又拿着刀做掉了小美 之后他改造了现场 伪装成几个男人为了争夺小美大打出手 他在门把手上放上瓶 让别人以为自己一直没有出门 小帅父母回到家里 两人见到现场第一时间报警 妈妈抱着小帅安抚他 在妈妈怀中的小帅邪魅一笑 这时楼下突然传来声音 还有人活着 小帅赶紧望向窗外 原来小美没有死 他利用胶带止住了血 看到小帅在窗户里看着自己 小美冲他打了个招呼 小帅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悟 我们就不得而知 世界之后 然后我们先打电话